我還是哭了 我答應她不哭了 哭吧 哭吧 我答應澄澄不要哭的 因為我一哭她就會很慌張 對 她很怕我哭 親愛的老公 我好想妳 原本9月3號我們要一起回馬來西亞的家 在9月10號辦婚禮 以往都是我安排行程 這次我故意讓妳全權安排 因為妳是我的頭 我要順服妳 而且我相信妳一定可以安排得很好 果然妳安排得超棒的 我們的行事裡寫得仔仔細細清清楚楚 我們滿心期待那一天的到來 今天我穿的就是妳買給我的衣服 我們準備要回去馬來西亞蜜月的時候傳的 我就當做今天也是跟你在辦婚禮喔 這幾天 這幾天其實用文字無法形容我的悲傷 無法相信 用生命在愛我的妳 妳怎麼捨得讓我這樣傷心難過 妳不是說我們要生一個孩子嗎 妳不是說要買跟教會很近的房子 這樣我們就可以接待人到家裡嗎 我不敢聽妳的歌 不敢看新聞 不敢看手機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只想去找妳 我不停不停不停地哭 我跟神說主啊我撐不住 求妳瘋狂地安慰我 回想這十一年 我們真的一起經歷了好多高山低谷 從一開始交往的時候 妳吃得胖嘟嘟的 大家都不看好我們 用很難聽的話說妳 我拼死命地維護我愛的妳 到處跟網友必戰 而愛唱歌的妳 讓我也闖進了妳的歌唱生涯 跟妳一起組樂團 站在妳的身後成為妳的鍵盤手 就算在偏僻的地方 我也會提前為妳準備好妳要吃的牛排 因為我就是好喜歡 好喜歡妳唱歌會發光的樣子 夫妻本是一體 我們現在更是合而為一 我會將我們的七七傳奇繼續下去 能嫁給妳真的是我這輩子做的最正確的決定 這一個禮拜 彤彤有一次崩潰的時候她說 我跟澄澄還沒有拍婚紗照欸 妳跟澄澄現在有結婚照了 這個畫家非常的用心喔 幫我們放個結婚進行曲 幫我們完全全知道 就是妳跟澄澄的故事 這個是馬來西亞古境很重要的一個景點 然後就是為了要讓妳們完成在古境的這個婚禮 她就畫了這幅畫要送給妳 真的是很感謝這個插畫家她叫林欣盈 我還是哭了 我答應她不哭了 哭吧 哭吧 答應我不再哭泣 妳已走進我的生命 就讓我一生守護妳 我在這裡